从这一点到这一点,一定不是82点,不过没关系怎么样 用比例就好了嘛 参考一下旧的新的,这一体不就做出来,所以这一体基本上不会太困难 OK,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首先一样,因为我不知道圆的半径多少,所以我这边可以输入一个10 复制的话呢,我们用那个复制阵列 那基存点的话就这一点 然后下一点的话呢,就是多出一个A enter,正列 那正列总数为8个,那接下来的话呢,下一点就是在下一个四分点点一下 OK,按一个空白键,结束掉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要让他斜斜的60度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一样用复制 然后呢,把我们要复制的 选取按空白键 接下来的话呢,也是一样,从这一点 到下一点,特别注意,因为极座表有60度,所以一样 按右键 你可以用30度 反正30,60,他都会出现 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是给60度 那因为呢,下一点的距离 刚好是两倍的半径,所以呢,我们 角度正确 那距离的话呢,就给20 那这里 记得因为也是正列嘛,所以 先给AEnter AEnter 然后呢,也是8个 然后再来就是,第2点的位置就是20 所以就给20Enter 好,那这样按空白键结束掉 OK,好 接下来问题 就是要怎么样呢 把这一堆给删掉 那这一堆给删掉,特别注意啊,但你 刚同学不知道也没有用比较快的方法 那你也可以怎么样呢,慢慢选 慢慢选 当然慢慢选也是可以 可是你会发现,很浪费时间 尤其还好这个 里面的这个圆不算太多 如果说你一下子 有一个不规则型的 这个圆一堆 那你要怎么样快速选取 其实有一个诀窍,就是说呢 假如说你这个不规则型呢 你可以利用删除 因为我们要删除,对 删除里面的话 这边不知道没有说明 他其实是可以不规则删除的 那怎么样不规则删除 特别是先点删除 那你要删除的话呢 物件的部分呢 特别注意就是说,这里请你输入那个 不规则型的那个 参数是叫CP 你在这里打个CP CP的话就是我现在要给一个不规则型 按一个Enter 他问你说呢 这个CP就是多边形的意思 就是我要选取一个 不规则的多边形 那这个多边形呢 第一点刚好在这里 第2点刚好在这里 第3点 有没有,你会发现他自动会拉出一个三角形 那也就是说呢 虚线的三角形 你把它选取之后的话 这个范围选起来之后的话 然后按一个Enter 接下来的话 选到之后再按一个Enter 你会发现 这个就快速多了 如果说你将来你的那个范围不是举形的 是一个不规则型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特别重要我再讲一次 第1个 请各位 就是这个地方呢 先 删除 然后打一个指令 就是CP 多边形 然后呢第1点的话呢 你就给他第1点 在这里 第2点 第3点 然后按一个Enter 表示选取 再按一下Enter 你等于两次Enter 就删掉了 删掉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我们要在外面多 一个外框 你可以从这边 给他第1点 第2点 就是 中心点的把它全部 这个 这个 把它绕一圈 绕一圈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 呃 好